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說回 接下來12月11號星期日 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連爺及位置Q過關 二穿三的 和大家買過關,買分兩關了 至於這次我們買到的打關 就是這場的第八場 這場第八場是我們的浪琴香港杯 一級賽草莉A蘭2000米的賽事 在這場賽事上 其實都有六匹外隊馬 分別是五匹的日本代表 和一匹的愛爾蘭代表 所以基本上 外隊馬都佔了這場馬的一半 所以很明顯外隊就很想在這場馬上拿到杯 尤其是日本仔 因為他出了五隻馬 很明顯他們也是有部署 至於金牆馬上日本仔出了這麼多隻 我們會不會選他的馬呢 又或者金牆馬我們會選哪幾匹馬呢 其實金牆馬上 我認為有些馬很明顯在賽職上面 就是佔優先的 就像這隻二號的浪漫勇士 這隻浪漫勇士 其實他最近的成績是極之這麼好的 我相信很多觀眾都知道 因為這隻馬 其實基本上是一隻超新星來的 跑了九場 就已經是贏了八場了 很多的路程都會跑的 由千二贏到上二千 還要是四班贏到上G1的賽事 所以這隻浪漫勇士 很明顯是一隻幾惡的馬 跑二千米都是有威脅的 還要再加上 大家看看這隻浪漫勇士最近的成績 其實這隻浪漫勇士最近的 那場的二千米二級賽 即是說這個中銀香港馬會盃 都同過來近同場的一大堆馬跑的 大家看看浪漫勇士 其實最近就是贏過來近同場的 飛輪閃耀 家應之聲 發財先鋒 九寶 和將王 即是說 其實來近同場五匹港隊馬 這隻浪漫勇士 就已經是贏過了 而且接下來這一場馬 又再跑平榜賽 浪漫勇士上場都讓榜 讓那些飛輪閃耀 家應之聲那些都五磅 這場跑平榜 其實在磅位方面浪漫勇士更好 所以以馬論馬的話 我覺得這隻浪漫勇士 在港隊來說 他肯定是稱先的 肯定是稱先的 那五匹馬 上場他砌的五匹馬 所以基本上 這場馬 我認為那些港隊馬 那五匹 其實就是說 不買他們的 我就先飛了他們 因為我根本上 你跑二千米 你都不夠浪漫勇士 那來近這一場 你和日本仔砌 其實我覺得都 混水少少 和日本仔砌 都有一段距離 因為隨時這隻浪漫勇士 其實 對著日本仔 都未必能夠贏得到 主要來說 我就會傾向 選擇 現在沒有炒到的 這輯匹馬 因為我認為 其實日本代表 奧爾蘭代表 他們跑長途的賽事 是挺強的 尤其是跑二千米 日本跑二千米更厲害 因為大家留意 歷屆的往績 其實日本仔 真是惡到嘔 尤其是來香港跑 人家當我們的馬 是魚腩 那麽 最近幾屆 基本上都是日本代表贏的 2021年唯獨愛你 2020年樸素無華 2019年勝出光彩 全部都是日本仔 香港代表 很久都未贏過香港杯 所以日本代表 那些水準 二千米的水準 其實是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覺得 今場馬 日本仔的這些馬 是要買的 差在買哪一隻 首先我們一起來看看 到底日本代表那些馬 哪一隻是強哪一隻弱 哪一隻弱 首先 就說回這隻 這隻一號的本初之海 其實我覺得這隻本初之海 都是一隻 挺有實力的長途馬 這隻馬 無論是跑千百米 甚至是二千米賽事 都是能夠跑得好的 之前在21年的時候 這隻馬 跑十月錦標 已經是開始贏 那些二千米賽事 在日本東京的時候 之後去到福島跑 這隻馬 也是說贏了 G3的福島紀念賽 又是二千米的 所以這隻馬 肯定是說 有二千米的長力 跑二千米 也是說 有這麼多水準的 另外 在今年這隻馬 跑中山紀念賽 千百米的賽事 又是跑得好 去到杜拜遠征跑 也是說 贏了別人的千百米賽事 所以這隻馬 真的是一隻 挺有質素的 長途馬 跑千百二千 才肯定是可以的 甚至是說 在最近十月三十日 這隻馬 也是說 跑過一場 G1的秋季天王上 日本東京的 二千米大賽 這隻馬 當時是說 能夠跑到第二 回來的 雖然贏不了 甚至是說 其實他當時 都是說 輸給一隻春秋芬 他連春秋芬 這一匹 本初之海都輸 最近 好像 這隻本初之海 最近都沒有什麼狀態 不是說很強 但是其實我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 大家留意 本初之海 這隻馬上場 跑秋季天王 為什麼他會跑第二 其實你留意 這隻本初之海 上場 其實他是說 用一個大途的策略來跑 無緣無故用一個大途的策略來跑 就是說 放到極快 最後才是說 導致了他 佛力 被那隻春秋芬追過 所以其實 我覺得 這隻本初之海 上場 用的跑法 根本上 就不是最好的 無緣無故大 什麼鬼的圖 不是說 下下 大途是好的 所以我覺得 這隻本初之海 其實上場 是說 輸得很不值 這隻馬不是說 沒有實力 我覺得這隻本初之海 正正常上 用回他以前 贏馬的跑法 側上前 來跑 領前 來走 其實我覺得 他在 接下來的這一場 絕對是說 有機會 因為 這隻本初之海 上場 用大途的策略 最後都叫做 頂刀第二 而他 贏後面那堆馬 都不差 因為 他上場 這個第二 其實是說 贏到 來近同場的金積棋 這隻金積棋 即是說 來近這一場馬 的三號馬匹 因為 金積棋 這匹馬擺到明 是說 挺有實力的了 他跑了十二場 已經是說 贏足七場 兩個第二 成績是說 非常之好 他曾經 其實就是說 贏過 2000米G2賽事的金虎賞 甚至是說 連2000米的集房紀念賽 G2賽事 這隻金積棋 都是說 能夠贏過的 還要再加上 其實這隻金積棋 是說 跑中京2000米的紀錄保持者 對吧 所以這隻馬跑2000 肯定不會差到哪裏 但是 居然這隻金積棋 上將跑秋季天王 上都要跑第四 輸軌了 比來近同場的一號馬匹 本初之海 所以我覺得這隻本初之海 其實跑2000米的 而且確是說 挺有實力的 是一隻挺不錯的馬匹 還要再加上這隻本初之海 它的跑法又夠主動 是吧 擺前來走的 領前來都去放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些賽事 其實主動跑法的馬匹 已經是說 著數了 還要再加上 這一匹馬 這一匹本初之海 他的練馬師 是說 始作荒人 始作荒人 這個人 練2000米的馬 是特別強的 對吧 好像去年 這個杯 其實他都拿鬼了 上年2021年 始作荒人 就帶著他 唯獨愛你 走過來 抓了這個杯 上年日本 兒子贏 就是他贏 所以今次 始作荒人 又再帶他 這隻本初之海 來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絕對 都是說有機會 所以我們會選到的馬匹 都會選這隻 由始作荒人 練的本初之海 來試一試 看看這位練馬師 會不會是說 連續兩屆都能夠 拿到這個香港杯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講 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 當然是會選這隻 2號的浪漫勇士 因為始終 今場馬 都是說撐回香港代表 還有 浪漫勇士這一匹馬 其實最近賽職都不差 剛剛都說過 砌贏過 來同場這麼多匹馬 接下來 他再跑回 同樣的路程班次 和場地 所以這匹馬 其實我認為 都是要看實 的了 還有再加上 我認為這隻浪漫勇士 他的跑法 都叫做彈性的 在接下來 跑法方面 他都不會是說吃虧的 因為這隻馬 都是一些 能夠質前來跑的馬 在三四位跑 四五位跑 六七位跑 他都一樣可以的 所以這隻浪漫勇士 跑法夠彈性的 跑這些大賽 跑法靈活 是很重要的 他能夠側到在前面 跑的話 我覺得他都不會 被前領的馬 帶掉 一定不會的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浪漫勇士 在接下來的一場 形勢方面 都不會吃虧的 跑法方面 都好處 所以今場馬 都支持這隻超新星 希望他繼續贏下去 所以我們第二隻會選的馬匹 都選這隻二號的浪漫勇士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頭兩隻會選擇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我們第三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三隻會選到的呢 就想選這隻十二號的荔冠花環 那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馬呢 這隻馬 其實曾經都試過來香港跑的了 跑到第六回來 成績不是那麼理想的 還要大家如果仔細看這匹馬 最近的第六 就會分得到 其實這隻馬 他去年都已經輸給那些港隊馬了 連帳王 甚至說飛輪閃耀 去年都說跑得好過這隻荔冠花環 但是為什麼接下來 我們都沒有買那些什麼帳王 飛輪閃耀 而選這隻荔冠花環去買呢 原因就是因為 我覺得這隻荔冠花環 其實去年那個賽職 即是說他這個第六 根本上就不能夠準 為什麼這麼說呢 我們可以一起去看這隻荔冠花環 去年蘇明倫怎樣騎他 到底他為什麼會輸呢 荔冠花環 就是排著三檔 十一號馬匹 這裏的這一隻 就是他 六三 六八間跳三 紅帽的這一隻 頭段時間 你會看到這隻荔冠花環 其實都是說走近二三疊的位置 頭段走近二三疊 去到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這隻荔冠花環 都是說打算飛出去 來跑的 你會看到 他本來是說打算飛出去的 但是 看看 到底這一隻荔冠花環 到最後為什麼會輸呢 原來就是因為 他最後沒段時間 找不到位 你看到嗎 這隻荔冠花環 其實一路打算找位 一路打算移出去找位 但是都找不到 其實再看直鏡就清楚一點 這隻荔冠花環 一路想找位 但是都找不到 被前面那些馬擋鬼住了 去到什麼時候才說 看空島什麼時候才說找到位 其實他在中間這一段時間 曾經試過 想著在這裏放上來 誰知道 中間這堆馬 又在玩碰碰車 撞來撞去 影響這隻荔冠花環 搞到他不能夠在這裏出 就要再移出一點 那重新再移過 你看看他搞了多少 這隻馬 最後那幾百米 移來移去移出移入 在裡面再移出去 移回去飛輪閃耀隔離這個位置 來對沖 但是誰知道 飛輪閃耀這一匹馬 又有小 是不是 那麼前面這一隻馬 又沒什麼 這麼巧呢 就搞到 撞住了這一隻荔冠花環 搞到他又看不到 所以其實這隻荔冠花環 上將的這個第六 其實就是全程都看不到 根本上就沒有真正法力 真正離對沖 沒有騎過 所以這隻荔冠花環 上將才輸給你 那些什麼帳王 飛輪閃耀 根本上完全就是因為 他上場看不到才輸 接下來這一場馬再出 我覺得這隻荔冠花環 絕對有機會反勝他們 這隻荔冠花環 絕對是未來這一場馬的黑馬 來的 因為大家看回這隻荔冠花環 最近的賽職 其實這隻荔冠花環 最近的賽職 是跑得極之這麼好 這隻馬是極有狀態的 最近這一匹馬 他在4月3號 跑過一場2千米的賽事 他在日本版神馬場 跑跑這個G1的大板杯 這一場賽事 這隻荔冠花環 居然是說能夠跑到第二回來的 成績是說極之這麼好 很有水準的 因為大家留意當時 他對著哪些對手 其實當時 他是說贏到 未來同場的金積棋 金積棋這一匹馬 即是說未來的3號 其實這隻荔冠花環 最近在大板杯 都贏過他 金積棋不夠他跑的 另外 這隻荔冠花環 除了贏金積棋之外 贏了落透心這一匹馬 馬王落透心都要輸給這隻荔冠花環 所以其實最近 荔冠花環跑這一場 大板杯的賽事 他這個第二 是說跑得相當之好 很有水準的 還要再加上這一匹馬 其實都不止一次跑大板杯 是跑得好 其實2021年的時候 這一隻馬 正正就是大板杯的民主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隻荔冠花環 根本上 他跑二千米 就很有了道 跑二千米 就是強的 上場不是說這樣 塞一塞車的話 這隻荔冠花環 又怎會輸 今場這一匹馬 簡直是說 放了莫雷拉 搭著他一檔上去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真的絕對有機會 這隻荔冠花環 更加是說親操他 這隻馬 莫雷拉 也是說親操他 才在接下來這一場馬 再出來跑 最近12月8日 他都親自操過 所以我覺得這隻荔冠花環 其實莫雷拉 也極之重視 這次還要排著個漂亮檔 他跑法又夠主動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隨時在接下來這一場 贏得到也不奇怪 所以我們第三隻會選到馬 這隻荔冠花環 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我們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第二關 我們的第二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三場 這場第三場 就是我們的三班草地A難 1200米的賽事 在這一場馬 上面 其實我們一早就出了一條單Q 給大家 那個系列的影片 就叫做單Q一窗國 即是說 螢光幕上 現在的這張圖片 基本上大家只需要 去回我們的頻道 按回這條影片 又或者按回右上角 好像i字那個提示 就可以找到我們 單Q一窗國 這個系列的那條影片 在單Q一窗國 這條影片裡面 基本上有完 我們的詳細分析 我們會講 這一場馬上面 我們會買哪兩隻馬匹 以及為什麼我們會買這兩匹馬 如果未看的朋友 可以來看 至於今次我們的投注策略 是怎樣呢 我們會怎樣買這條過關呢 基本上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買回連贏 及位置Q這個彩池 之後買回過關方式 二穿三 將兩關的馬匹 來到一條二穿三的過關 就可以了 對了 今次就是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和我們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一試這條過關 在未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 我在這裡祝大家贏多一點 這條片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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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